大家好我是Leo 上次去過被譽為水療中心的天花板 湯奇湯泉 但有網友留言說太貴 星期五六日去是非常多人 會否找到另一間性價比比較高 又有質素的水療中心 我們在大眾殿屏 發現福田有另一間水療中心 都有很高的評價 所以我們今次就探討這間水療中心 在出發之前記得點贊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們今次要探討的水療中心是港灣1號 在大眾殿屏都有很高的評價 而我當日就在福田口岸 跟著高德地圖 走過去大概12分鐘左右就到 去到福平喜來登酒店 旁邊就是港灣1號 我們走到福平喜來登酒店 其實它轉個彎已經是港灣1號 我們先過馬路 這座三層高的水療會 去到大堂 環境都很綺麗 看看這裡的收費表 如果只是浸浸桑拿的話 24小時每位就159元 而全新項目 有基本的中式按摩 由239元90分鐘 到459元90分鐘 大堂項目有擦背 收手 收甲 按頭 按腳等等 由109元30分鐘 到139元45分鐘 當然去大用點評買套票會更划 套票有313元至569元 313元是可以在這裡看電影 再去大堂按腳等等 而我們選了569元 香薰按摩加大堂按摩 裡面的套票包括了24小時的浴票 服務費 水果任食 飲飲免費飲品 技師費 小費等等 全新按摩可以選以下兩個項目而選一 包括就是香薰按摩90分鐘 專業按摩90分鐘 另外21項大堂服務可以選一種 當中有擦背 踩椅 敲腳 按頭 足底按摩等等 在入場之前要登記回鄉卡 買了套票之後 職員就會給你手帶 之後你在這裡消費 就會記錄在手帶裡面 我就是1989的Logger 由於跟衣室和水池不方便拍攝 我就上網找了一些圖片 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這裡的環境是好企理 如果你要開這裡的儲物櫃 除了你的手帶之外 都要配合職員的手帶 兩樣加起來 才可以開到這裡的儲物櫃 而洗手液 洗面膏等等的用品 都放得很整齊 去洗澡和浸浴之前 可以把手機放在這些小型的儲物櫃裡面 而這個小型儲物櫃 就可以靠自己的手帶存放 裡面的浴池很漂亮 都是恒溫暖水 有不同的水力按摩設施 浸完肉之後就可以上二樓 在這裡還有一個沙龍 有需要的話可以在這裡指埋法 之後就上二樓休息 吃水果 或者去餐廳吃東西等等 一上去是戲院小食部 這裡可以買票看電影 爆谷和瓶裝飲品 這部分需要額外收費 其實都不便宜 由79元到99元 在大眾點評買套票當然會比較抵 旁邊就是水果自助巴 而這裡的水果和飲品 就已經是包了 不需要額外收費 這裡有西瓜 番茄仔 人參果 白香果 黃肉西瓜 布林 提子 木瓜 等等 這個水果巴 擺放得很整齊 這些水果是一層一層的搭上去 不會亂租租 整個視覺觀感都很舒服 我就每人撿些去餐廳那邊吃 因為我們都會在餐廳吃點東西 而這裡的客人質素 普遍都是斯文客 不會搶食物 又不會大聲聊天 整個氣氛氛圍 都是令人感覺到很放鬆 而餐廳環境 桌與桌之間都有一段距離 不會感到太壓迫 都頗寬寬 我撿了些水果 其實質素都很不錯 這個巴洛 我撒了些酸梅粉 撒上面就會更加好吃 這個巴洛 我還沒吃到巴洛 由於我撒了很多酸梅粉 酸到我打爛了 這裡的餐廳 除了有燒美布之外 也可以點心 蝦餃燒賣 叉燒包 鹹水閣等等 不過價錢 跟外面大酒樓差不多 除了點心之外 還有些茶餐廳食品 例如公司三文治 小炒等等 還有些粵菜 但價錢真的跟大酒樓差不多 所以是豬肉 還好 這裡免費的飲品 有奶茶咖啡 冰茶冰水 汽水 菊花蜜 酸梅湯 竹架毛巾 還有雪糕 我們叫了排骨一丁麵 48元 排骨真的用點心的蒸排骨 皮蛋瘦肉粥 30元一碗 3位茶錢 54元 但看上去真的沒什麼料 燒賣42元一籠 排骨42元 黑椒豬肚45元 都是預製品 回來蒸翻熱 平心而論 如果用這個價錢 配這個食物質素 真是不合格 都是那句 如果要吃好東西 都是在外面吃完之進來 或者按完才出去吃東西 竹帖毛巾 菊花蜜等等 都是用一些小小的玻璃瓶裝著 不夠可以繼續拿 小小瓶 如果太大瓶飲不完就會浪費了 吃完食物之後 我們上三樓 做個全新按摩 我選了香薰按摩90分鐘 這間是我的按摩房 絲絲正正 剛剛做完這個香薰按摩 感覺到皮膚都推了出來 鬆一鬆肩膊 我的腰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一位女師傅 也挺有力氣的 我都需要跟她說 其實我不用太用力 後來推順了 感覺到皮膚 鬆肩膊 鬆腰 手 鬆鬆筋 但是這裡的香薰按摩 和泰國的香薰按摩 是不一樣的 這裡只是用一些香薰油 配合廣東式的按摩手法去按 不會用香薰蒸你的臉 首先令你全身放鬆這個步驟 完全散略了 按摩之後 我們回到二樓大堂休息 吃雪糕 吃水果 這個是士多啤梨雪糕 不過它奶油不多 有一點很舒適 很冰 像台湾的雪糕 真的不太滑 那種雪糕 拿了菠花物 味道也挺不錯 很滑 菠蘿真的很香甜 朱古力味的雪糕 也有很多水分 不是很滑那種 還有一些餅乾 小食 啫喱等等 另外一個比較多人關心的問題 就是這裡大不大煙味呢 這裡有獨立的吸煙區 因為只是經過吸煙區的時候才會聞到 最後我們回到大堂做按摩 但是由於我們三個人 找個三位連排是有點難度 我們走了十幾分鐘 才找到三位在附近的位置 本來我是想做眼部按摩 但是職員回答我 不知道要排多久 我只好推而隨便癡 做個腳底按摩 這裡的技師都是網紅樣 其實真的不用這樣 反而會影響客人對你的印象 最後我們三個人 正常吃一餐 另外朋友再加了收腳服務 由於不在套票裡面 要另外加小費 埋單是1830元人民幣 這裡收港幣 收21805元 相信這個價錢 很多人都會跟湯旗比較 在這裡消費 會比湯旗 每人大概便宜了100元左右 但是整體的質素 都是湯旗那邊較高 不過湯旗就有個弊病 如果假期 或者假期前夕有去過的朋友 都會知道逢親這些日子 那邊是超級多人 如果假期想休息 舒舒服按摩 環境也好 可能這裡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頻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我小鈴鐺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